把清水倒入面剂子中 我家经常这样吃 做法特别简单 孩子每次都能吃上好几碗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千森林求关注 首先盆中加入400克的中筋面粉 2克食盐增加筋性 250毫升的清水 搅拌成面絮 揉成一个手光 盆光,面光的面团 百度搜索 面食的做法,了解更多信息 不用饧面,直接揉成 10个小剂子,最少浸泡 20分钟,也可以提前 晚上做好,放在冰箱冷藏 浸泡一夜 接下来我们准备上一些配菜 三个南瓜圈 直接改刀成大块 装盘备用 一小把的豆角 切成小段 锅中有热 我们先来炝锅 因为是要想做好吃 炝锅则是非常关键 炝出香味之后 倒入南瓜 开大火煸炒上三分钟 然后放入豆角 以及提前泡发好的木耳 把食材炒至断生 调味只需加入少许的食盐 1.5香粉 适量的松生鲜 再来点酱油 开大火 把调味料翻炒均匀 再炸入1500毫升滚烫的开水 盖上盖子 开大火把食材煮熟 只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南瓜就非常的软烂入味 接下来取出提前浸泡一夜的面剂子 在水中 用手轻轻的一撑 就可以撑薄 浸泡过的面剂子 面筋已经得到了松弛 它的韧性特别大 边揪边往锅中放 我们可以依次重复这个操作 它的饱厚 大小程度 可以依据各自的喜好 全部处理完毕之后 用筷子绕动一下 面片就会分开 一点都不会粘连在一起 这个时候 我们把揪面片的水倒进来 开大火 把汤汁煮开即可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最后的一勺葱油 这香味 一下子就上来了 早上起来只需要几分钟 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一家人的早餐 这也是山西的经典美食 水疙瘩 做法简单又家常 暖清又暖胃 连吃三大碗都不够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